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方号称德古拉血脉的吸血鬼也会沦为它的食物 就像阳光与黑暗 既然有黑暗的吸血鬼 就会有守卫人家的吸血鬼猎人 小凤就是其中之一 它经常游走于黑夜之中 如果说吸血鬼是人类的噩梦 那么它就是吸血鬼噩梦中的噩梦 因为听说有一只以吸血鬼为师的僵尸出现 附近的吸血鬼祖群 因为恐惧变得歇斯底里 它们经常在夜间肆无忌惮地袭击人类 这个老婆婆上一秒还和蔼可亲 下一秒就变得猙獰可怖 就在女人要送命之时 小凤及时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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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